猜猜看这是炒什么呢 答案是蝗牛 口感新鲜弹牙 不只是法国的经典料理 更是原住民长老口中的好味道 在这一场原名PK食神赛中 学员们各展身手 将从业外采集回来的食材精心处理 不只展现课堂中所学 更要掳获评审老师的味蕾 从山上采回来的芦苇心 与肉丝一起拌炒香味四溢 是芦苇心炒猪肉炒肉丝 还有路上遇见茄冬树 取其最鲜嫩的叶子 入锅炖鸡汤好美味 冬天到了喝点茄冬蒜头鸡 而且那里上面有个很大颗的茄冬树 所以我们想说就利用这个机会 把它拿来熬出来给大家喝喝看 这个其实对小孩或者是生长其实很好 还有这新鲜的马告 成为特调饮品有满满的儿时回忆 我自己本身是一半阿美一半太雅 那我妈妈有告诉我 她在小时候她的阿公去山上 下来的时候她就会带着马告 然后加姜跟加盐巴 这样泡水当饮料喝 那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 呈先起后记忆传承跟味道的一个传承 学员们的一个互动讨论每一组的食材一个设计 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呈现 不管是哪一种身份 进入这原住民特色风味餐设计工作坊 大家都变成了家人 金融市学习型城市计划加深加广 工作坊的成立意义非凡 金融的原住民的文化其实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就试着思考能不能够从野菜的采集认识 到整个行动野菜的行动教室 那进而到包括摆盘料理创意创意材 不只美食还有编织工艺 一步一步交之后他们每个人的花色都很漂亮 就是出货的意料之外 作品让老师称赞不已 原来学员们各个是高手 透过学习型城市的计划 那我们社区大学还有部落大学 第一次攜手合作 我们针对原住民的传统 然后记忆 然后做一个包春 那把它就是更多元化的一个呈现 那整个系列的课程非常丰富 有我们的编织 我们支部的体验 那也有我们的野菜采集 那今天更是我们食神大料理的比赛 那非常希望这次计划可以再继续延续下去 希望继续延续此计划 让更多对原民文化有兴趣的民众一起加入行列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妻子为情人所做的